在关宣梅西加盟的24小时内 大巴黎仅仅是卖梅西的球衣就转了将近3000万欧元 梅西加盟巴黎圣热尔曼带动了世界足坛史上最大的一次球迷迁徙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梅西的巴黎30号球衣 如今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 据报道 在关宣梅西加盟的24小时内 大巴黎仅仅是卖梅西的球衣就转了将近3000万欧元 在巴黎圣热尔曼的官网上 应有梅西兴师的新球衣 要价为187欧元 在短短24小时之内 梅西球衣就被抢购一空 目前只能接受预定 据悉 梅西的新球衣 大部分订单来自中国 报道中指出 64%的订单来自中国 中国人口基数大 梅西在中国又有着无数支持者 它的球衣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球迷最想要的收藏品 除此之外梅西效应还体现在涨粉上 仅仅几天时间 巴黎官方社交账号就涨粉580万 大于本年都此前7个月总和 而巴萨则举不为坚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 巴萨本周球衣销量暴跌80% 同时 西甲联赛首占3万张门票 如今还有将近一半的球票没能卖出 巴黎以一年年薪3500万欧元签约梅西 结果梅西加盟24小时 这个年薪就已经通过卖球衣赚到了 这比转会大巴黎是赚大了 接下来就看梅西在竞技场上会有怎样的表现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